哈喽,大家好,我是小卷 今天又给大家录了一支舞蹈教程,就是《陶鸟》啦 陶鸟的原作呢,是解放军艺术学院的一支群舞作品 所以在我们这儿呢,就把它改成了一支独舞的作品吧 这支舞蹈呢,它是动作比较多,也比较碎 我呢,也把它一些复杂的动作都简化掉了 然后在主题上呢,它跟采薇一样,都是画用了诗经的一些诗篇 比如说,不是比如说,它就是《陶之夭夭,啄啄其滑》 对吧,然后它跟采薇也是一样是水秀的 在主题上呢,它是一个表达代价美少女的一种羞涩的情怀 还有一个是对未来的美好期盼 说是这么说,但是我在我们的独舞里面 其实这个面部表情还是有待提高,对吧 希望同学们好好努力,好好加油 在这个教程里面学到更多东西 那么以后呢,我会把我更多的独舞的作品分享给大家 也欢迎大家在小怪兽的平台上多多留言,多多支持 如果你们学会了,就把它录下来,然后爱着我们小怪兽 可能我会有惊喜给你们哦 现在我们从第一部分开始学 首先第一个动作就是预备的舞姿 它是一个背身的动作 背身的动作,跨往左边 然后留肩膀一定不能耸肩 好,左手是背手的,放在后面 这个手呢,是按掌,按在你的腿上 五,六,六的时候稍微往上提 五,六,七,八,一个回眸一定要背一点 五,五,六,七,八 然后下一个动作就是顺势往右 一,二,三,四 再一个,五,六,六,七,八 也就是说,在这个动作的时候 下一个动作就是往右边收了 重心也往这边收 然后面向两点的方向,膝盖啊 然后手从下面往上提起来 右手呢,一般遮住你的下巴 七,八,然后下巴要出去 看那边,然后左手提起来 对,七,八 好,第一个节拍结束在这里 五,六,七,八 下一个 右脚往后转 二,二,三,四,五,六的时候 右脚,脚跟踏下去 五,六,七 一,五,六的时候 一定要让自己变成一个斜踏的样子啊 五,六,七,八 往左边靠 六,七,八 左脚出去 三,二,三,四 五,六,停一下 七,八 放下来啊 然后下一个 四,二,三,四 就是这样的 立圆 四,二 插腰 三,四 插腰 啊,尽可能的插腰 三,四,五,六 平起来 中心在右腿 七,八 送出去 送到后面去 七,八 搭 收 蹲 然后下面就是 退回来 舞台的中间 五,六,七,八 下来的时候 下来的时候 右手和右脚 同时 往左 头也往左边靠 然后这个时候 换成了左手 是挡住你下巴了啊 好,这个就是第一部分 现在是要所以 在想啊 杀到 三,三 二 一 一 三 三 三 第一 第二部分我们首先是从零五往中间集中的一个动作 5 6 7 8 打开 1 2 松 3 4 打5 6 7 8 提胯 7 8 打松 2 2 3 4 重复 5 6 7 8 接下来是一个半拍 背身 立起来 右手 5 6 打开 7 7的时候是膝盖弯曲而已 7 8的时候是背松 8 1 2 3 4 5 6 7 立起来 8 2 2 3 立起来 左手收回来 8 2 3 4 收下来 9 6 7 刀 9 5 6 7 刀 9 5 7 6 7 刀 10 7 7 7 刀 10 8 8 刀 8 9 9 10 刀 10 9 9 10 10 刀